反而騰訊 我就覺得他之前說派息 就不是一個叫很好的消息 因為我猜有很多的分析師都提過 你當一隻高增長的科技股 大家就預期你本身是利用你的剩餘的盈利 利用你的現金去再投資 發掘一些新的亮點 結果你現在發覺不行了 新的東西好像發掘不到之餘 都逼著要派息 所以對於市場來說 就會有一點點覺得騰訊會不會都開始 由一隻之前的高增長股 變成未來 當然不會一下子變成公用股 一些防守股 但至少增長的動力大家覺得是放慢了 估值一定是會延伸你的 雖然你看到由今年年頭700多元 跌到現在400多元 估值都延伸不少了 PE都由之前30多40倍 反而現在只剩下22倍左右 但是我自己覺得如果接下來真的想著 用一個派息來吸引回基金 吸引回投資者 我覺得這個方向就未必是那麼好 反而我都期待騰訊 派息可能派一點點 看看未來會不會還有一些新的東西 會做得到 我都打算去開發一些海外的遊戲 這個是有點期待的 因為始終你國內遊戲 其實受到打壓 是 但是如果你說海外方面 其實市場都還很大 就是這部分它搞成怎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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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